第111章弯弯绕绕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雨时叹了口气道 伯大人的实力与我相当 人又是老好人 平时在私府里与我们每一个关系都很不错 是谁与他这么大仇 非要杀他呢 陈雨时的话里显然认为是修士做的 其实不仅仅是陈雨时这样认为 私府内的修士都是有着这样的共识 因为要是怪诀杀人 就算是智觉 也不可能会搞得这么复杂 没这个必要 怪诀与人天生对立关系 杀人吃人都很直接 他们如果有能力 不会害怕别人知道他们杀了一个四征使 大不了就是逃亡荒野之外 所以确实很可能是人杀的 但对周凡而言 在没有查清楚前 一切皆有可能 陈大人 我想看一下博大人的尸体 周凡想了想提出要求 你想看尸体 陈雨时面露亚异之色 可是尸体已经被我们解空很多次 血肉骨精都取出了不少 你确定现在看还有用吗 要是仅仅平安宗所写来分析 总不如亲眼看一看来的更直观一些 不仅是尸体 我还打算去发现博大人尸体的现场看一看 周凡缓缓说 别人发现不了的问题 说不定他能有所发现 总得去看看 查案就是如此 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可能的线索 也好 陈雨时没有多犹豫就同意了下来 毕竟他们可以想的办法都想了 很快周凡就在陈雨时的安排之下 看到百明成的尸体 尸体被封藏在冰室内 尸体是一个头发花白的男子 脸绒苍白而带着浅显可见的皱纹 比周凡想象的还要老 周凡隐约记的资料说百明成今年62岁 他新窝处的瘦数是113岁 这样的人要是没死 他还可以活51年 所以62岁对他来说也不算老 尸体除开苍老的脸绒保持完整外 其他地方都是遭遇过 遗乱私服武座解剖过的 现在不过是用针线拼凑在一起的 周凡看得很认真 他几乎近距离贴在了尸体身上 一旁守着兵士的武座沿路亚裔 正被使角逐仪式并不是什么秘密 早已经在私服内传开 其实不仅仅是周凡来过 在他之前 大佛寺的苦荣 世家的凤心博 野狐派的江羽都来看过尸体 但他们都是看了一会 问了几句话就匆匆离开了 显然不认为尸体还藏着什么秘密 唯有周凡看得这么认真 这切口有没有动过 周凡看了好一会 才指着右臂的切口问 回大人 只有左腿的切口被我们切下了 一小块薄片来检验 其余三只切口没有动过 武座连忙恭敬回答 别说私服早有交代 说不能对四个角逐者隐瞒任何事实 就算不说 武座也不敢得罪四个角逐者中的任何一个 能角逐征北使一职的人 如何是他们敢得罪的 周凡又是凑近看着除了左腿的三只切口问 你们没有发现切口上任何的异样 没有诅咒毒素灼烧冰冻等一切东西 对吗 是的 伯大人的切口很可能是用力气切割下来的 并没有任何异样的力量在 武座回答 如果是怪觉做的 你认为会是什么怪觉做的 周凡忽而问 武座微微正了一下 他犹豫着道 世间怪觉这么多 能拥有这么锋利的手段切开人的四只 恐怕会很多 你觉得伯大人为人怎么样 周凡又问 我与伯大人接触不多 但伯大人待我们这些手下很和善 武座犹豫了一下道 你见过他生气发火的时候吗 周凡想了一下问 没有 武座摇头道 我这等层次的人一年下来能见四真实的次数本来就不多 就算见到了 也是汇报一下尸检的结果 你要是想了解伯大人的为人 你是找错人了 我就是知道你对他不了解才问你的 周凡说了一句十分古怪的话 武座很想问为什么 但他还是谨慎闭上了嘴 不想因为多嘴而卷入这种事情之中 四位四真实 大人 你最怕哪位 周凡又是问 大人 我只负责回答尸体解剖的问题 非意四真实 这种是小的可不敢 武座脸色微变道 不好意思 是我疏忽了 周凡一脸认真道歉 周凡又问了一些关于尸体的问题 武座都一一回答后 周凡就离开了这里 很快周凡在藏尸兵士做的事情很轻松就传进了一些人的耳中 袁岳刚忙完公务 他与苦荣正在喝茶讨论摆明成死亡一案 听到了周凡检查尸体时的言行 他挑眉看向苦荣问 小师叔 你怎么看 苦荣在寺庙的辈分比他要大 两人私下相处 袁岳就这样称呼苦荣 其实周凡不知道的是 袁岳与苦荣都很忌惮他 将他当作是苦荣此次角逐争北史最大的竞争对手 看不懂 苦荣皱眉道 他问武座的那些话似乎在怀疑案子是怪觉做的 但他为何又关心四真实在府里的封平 他问的问题弯弯绕绕的 完全没有重点 我怀疑他早已知道他的问话会泄露出去 故意在其中加入了很多无关紧要的问题 就是为了掩盖他真正想问的问题 不让我们知道他究竟查到了什么有用的线索 袁岳脸色微明点头道 你的说法很有道理 我也是这样想的 此人的资料我们早已认真看过 自他加入一轮私服以来 破案速度甚快 就算是加入一轮私服数年之久的 服尸武者破案也没有他快 坦白说 要是论破案 小诗书 凤心博 江雨都不如他 我怀疑书院正是看中这点 才会让他入选此次角逐 甚至在角逐开始前他已进入道境 现在不过是掩盖自己真正境界麻痹我们而已 苦荣沉默了一下道 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不过他这数天都没来私服 又做了什么 袁岳皱眉 这个问题他无法回答 据下方跟踪的人汇报 此人躲在客栈里并没有出来过 谁知道他在做什么 第1112章涌探 袁岳于苦荣当然不知道周凡这几天在做什么 凭空想是想不出来的 也许他在外面调查 为了不让我们知道 赐凤心博那样使用自己是家的人 他借用了书院的力量 而不是借用私服的力量 袁岳大胆猜测道 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该如何做 袁岳此话带着些考究的意思 他会帮苦荣 但也要苦荣值得帮才行 苦荣那张枯瘦的脸没有多大的表情 他沉默了一下道 我们不知他在藏尸宾是说的哪句话是真的 那就不用猜 将他说的话都当作是可能的线索来处理 这个办法可行 袁岳笑道 他手上不缺少可靠的人手 让人去查就是了 废物 这么多天了 一点线索都没有 凤心博冷着脸对厅内12个人呵斥道 他依然是灰头土面的样子 厅内的12个人都是低头 满脸惭愧 你们可有什么建议 都说来听听 凤心博骂类之后问 二爷 查案我们本来就比不上私府 有人轻声开口道 比不上私府这不用你告诉我 凤心博脸色微沉道 我用你们 是因为你们是凤家的人 用私府的人 我就成了不穿衣服的傻子 什么都让人看得清清楚楚 辛苦查来的线索 立刻就会让其他三人知道 既然知道自己比不上 那就给我想法努力追上他们 凤心博说到这里 外面有人快步走进来 凤心博停下了说话 那人走近 把周凡出现在私府做的事情 0151时告诉了凤心博 蚩家在宜鸾私府也有自己的力量 即使不如其他派系 但对凤心博来说 当眼线已经足够 所以他在宜鸾私府也不是瞎子 他终于忍不住出手了吗 凤心博冷笑道 没有谁是傻子 恐怕纳姓江的与纳寿和尚都在盯着这周凡 二爷 周凡即使破案不少 但萧雷周府人才几几 都破不了的案 他又能做什么 为什么要如此重视他 厅内的一个下属忍不住出声道 因为他是书院派出来的人选 一个被称为没有进入到境的舞者 能加入这场角逐之中 一个假字班魁首 被称为最强一届的假字班 这些还不说明问题吗 凤心博寒声道 不是只重视他 而是三个对手都要重视 我怕的是你们轻视他 要不然我们怎么输的都不知道 明白了吗 厅内的人都脸色一领其声应试 凤心博又说了几句 厅内的人非快退了出去替他办事去了 他的办法很简单 是加这边的人替他想法查找线索 而私府那边 就会让人想法盯着周凡三人 就算他们刻意隐藏 但他们在私府命案现场出现 都难免会用私府的力量 一旦对手发现蛛丝马迹 他就会立刻知道赶过去争取把功劳抢过来 讲来那三个对手都是打着这样的主意 但这样的办法难免会出现信息之后的问题 要是对手迅速捉住了真凶 那就一切都成空了 所以也不能白等着什么都不做 凤心博皱着眉头坐在了主座上 以前世家一向低调 一般不去争取私府的四个头脑位置 但现在形势变了 世家要尽可能攫取重要的权势位置 凤家也不能例外 所以他才会被选中竞争争备使一职 凤心博双手握拳 目光朗然 无论是为了凤家还是为了他自己 这争备使的位置他一定要拿到手中 他们都不明白 这个位置本来就是我们野狐派的 一身贵气的江宇叹了口气道 野狐派的人继承才是名正言顺的事情 所以大人们才找来了我 他正坐在豪说的大厅内 他的身前站着一个脸容有些乌黑的汉子 公子 是属下无能 那乌黑汉子低头道 博大人是我们这一系的人 但他死时什么也没有留下 博大人的死是意外 野狐派的人也弄不清博明成究竟遭遇了什么事情 不 不是意外 是命运 江宇的声音变得低沉下来 乌黑汉子一脸茫然不解 要不是命运让博大人死了 我又如何会来到这里 江宇叹息说 命运要我替博大人报仇 继承他的位置 这是命中注定的事情 乌黑汉子沉默 他忽然想起他们派系里流传的传闻 这位江公子出身支持他们派系的一个豪商家庭 但脑子似乎有些不正常 苦荣 凤新博还有那个周凡都不过是我在坐上征北史之前的垫脚石 命运对于平凡人来说无偿难测 但我是命运的宠儿 命运向来眷顾我 一直眷顾我 将与一脸同情说 他们遇到了我 那就是注定做一个悲剧的配角 但若是有一天 我站在了山巅 或许会有人因为我而想起他们的名字 他们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 公子 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乌黑汉子感觉自己的脏腹都扭曲在一起 他实在听不下去了 不用着急 命运会眷顾我 我已经胜券在握 江与不急不慢道 我有预感 即使那周凡现在才出来 但肯定会成为破案的关键 想办法留意周凡在做什么 苦荣 凤星伯那边只需要简单关注一下 留意他们的动向 是 乌黑汉子松了口气 他连忙躬身退出去 他实在受不了江与这种说话的调调 江与看着乌黑汉子那匆匆离去的背影 他常叹口气道 啊 是人愚昧 又有谁能理解我呢 周凡从藏尸兵士出来 很快又见到了陈雨时 能看出什么吗 陈雨时认真问 没有 周凡摇头道 就似你们看过无数次那样 可疑的地方都被你们寻了出来 我什么也没有发现 没有吗 陈雨时面露遗憾之色 可靠的线索没有 但有件让我有些在意的事情 我希望大人能帮我找人去查 不要让我那三个对手知道 可以做到吗 周凡问 这个当然没问题 陈雨时点头道 他在萧雷州府经营这么久 可靠的亲信不会一个都没有 但你要我的人替你去查什么 第113章青梅阵 我要他们替我去收集博大人生前的所有资料 从他出生到死亡的所有信息 越详细越好 周凡说出了自己的要求 收集他的所有信息吗 陈雨时面露压抑道 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如果说搜集百名城死前几天做了什么事 乙鸾私府早已经去搜集分析 但并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反馈 我也不太清楚 或许会有意义或许会没意义 周凡摇头道 但查案有些时候就是碰运气 你一个不经历的行为 说不定就会成为破案的助力 至少我认为这么多人盯着这件案 做了这么多事都没有进展的情况下 我们就需要从其他角度去着手碰一下运气 那好 我让人去搜集 私府只有他的大概资料 要想搜集这么多的详细信息 需要一定的时间 尤其是我们还不能让我们的对手知道 陈雨时觉得此事有些难做 没关系 慢慢来 我们还有一月的时间 周凡道 接下来你要做什么 陈雨时好奇问 藏狮兵是我看过了 我现在当然要去青梅镇看看那案发现场了 周凡毫不犹豫说 黄金镇不一定有黄金 但青梅镇却实在有很多高大的青梅树 寒冬时节 正是青梅花季时节 深绿树棺上点缀着淡黄或淡红的花瓣 原本青梅镇是肖雷州府文人雅是比较喜欢踏青游览的地方 但现在整个镇变得冷清很多 除了镇上的居民 并没有多少游人 因为数天前一鸾四府的征北使大人死在了这里 死了这样的大人物 引起整个州府轰动 州府内的人怕受到牵连 自然对青梅镇必知如些 在案子没有了结之前 没有什么重要事都不会轻易再来青梅镇 马车缓缓前行 周凡放下手 任由窗帘垂下去遮挡了他观看青梅镇的风光 他淡淡道停车 马车停了下来 马夫不解道 大人 还没有到你说的地方 我知道已经不远 我不行过去就好 周凡从马车下来说 他付了车钱 马车调转车头离去 周凡走在小镇的街道上 他六时开启敏锐察觉到有些巷口街脚站着一些人向他小心翼翼投篮视线 周凡心里明白 这是一鸾四安排在青梅镇的眼线 摆明成尸体在这里被发现 一鸾四当然不会就这样放弃这里 周凡没有急着赶去发现摆明成尸体的地方 他只是在小镇慢悠悠走着 就四冬季出来观光的游客 他走了一会才驻足停下来 在一个小摊买一袋蜜件 给钱之后 他才笑着对那个摊贩老人道 怎么这里这么冷清 以前我来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子 那摊贩认真打亮了一眼周凡 他犹豫了一下才低声道 客官要是没事别在镇上留太久 我们镇上前段时间死了一个一鸾四的大人 大家都怕麻烦了 原来是这样 谢谢 周凡轻轻点头道 不知老人家在镇上住了多久 我呀 我爹那被救在青梅镇落脚了 老人见也没有什么客人 随意应道 那正好 不知青梅镇有没有什么特殊异常的地方 最好是带些危险传闻的 周凡一脸笑意道 老人老没紧皱 他没想到他都提醒了 周凡还要在青梅镇游玩 他只是摇头道 我们青梅镇没有这种地方 这里有巡逻队 任何异常的地方都会被清除 你想找这种地方应该去野外 野外太危险了 我就是想找那种带些危险传闻 而又不危险的地方 周凡一脸遗憾道 我们正西住的人很少 那里就显得有些阴森 你可以去那里看看 老人想了一下道 不过也没什么好看的 周凡笑着点头离去 他走了不远 又向镇上的居民打听 有些说不知道 有些也似老人说的那样 他问正西为什么住的人少 有人给出的答案主要是地形原因 青梅镇东高西低 再加上其他因素叠加在一起 就造成正西不太适合住人 不仅仅是正西 周凡还从一些人口中知道 正南有一处荒废的大宅子 宅子的主人一家十年前就无端端消失了 这宅子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留了下来 除开这两种说法 周凡就听不到其他的说法了 但无论是正西的荒凉 还是正南的大宅子 周凡相信宜鸾斯都搜寻了数遍 青梅镇应该不会有任何秘密可言才对 周凡以发现尸体的地方为中心 走在大街小巷 走在呼啸寒风之中 慢慢走着 他最后还是走到了发现尸体的地方 这是镇东的一条小巷 这附近已经被清空 被宜鸾斯派人守着 周凡走过来 出示自己的令牌 才被允许进入那条小巷 博明城的尸体是在天亮时才被发现 居住在小巷两侧的人家已经被盘问了无数次 他们都坚称自己在那一夜没有听到任何异常的声音和看到什么异常的事情 小巷幽暗 这巡逻对夜晚巡逻时也不会经过这里 尸体早已被带走 小巷的砖石也被宜鸾斯的人一一检测过 没有任何的发现 周凡六时开启 但他也没有奢望着这样能得到任何有用的线索 似他这种六时全开的修饰很少 但萧雷一鸾斯福肯定有擅长眼耳鼻舌身武时的舞者 在逼着的小巷 他微微抬头看着灰色的天穷 闭上了眼 想象着摆明城是如何进入这条小巷的 剑场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 摆明城可能是在其他地方杀死又被悄无声息带到这里抛尸 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抛尸在这里目的何在 如果是想挑衅宜鸾斯 那应该在抛尸之后留下吃四片眼 如果不是 杀死就杀死了 又何必再带到这里来 那凶手想做什么 还是说这案子还会有后续 但过了这么多天 没有发生类似的案件 手法干净 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追寻下去的线索 就连摆明城市如何死的都不知道 动机也不明 第114章大宅 如此手法干净的案子周凡从来没有见过 一鸾斯府的查案办法与他以前那个世界大不同 但说一鸾斯的查案手段落后他以前那个世界又不对 毕竟这个世界这么诡异 就算能用他那个世界的所有科学手段侦查也很难起到任何的作用 这个世界有着自己的一套办法 这办法更适应这个世界的情况 但一鸾斯目前为止一无所获 显然案子很复杂 他又有些遗憾叹了口气 要是黑龙还在他或许可以借用黑龙炼制的时间回溯珠看一看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黑龙早已沉眠 周小猫他咨询过了 他说对此没有办法 而且时间回溯也不是没有缺点的 黑龙说过时间过得越久 回溯难度就越大 周凡想着这些事 他没有再多想 而是从小巷走出去 坚守小巷的巷口守卫见周凡出来连忙攻身行礼 周凡只是挥了挥手 一言不发离去 那两名守卫面面相去 他们本来以为周凡肯定会似之前来过这里的苦荣三人一样 询问他们关于小巷的一些问题 谁知道周凡话都不说就离去了 周凡看完发现尸体的现场 他并没有离开青梅镇 而是来到了镇西 就四镇上的人说的那样 镇西居住的人很少 房屋也有些残疚 在白天 家中的壮丁出外干活 大多是老人与小孩在家 见到周凡这个外人 穿着补丁衣衫 脸上留着擦布干净黑泥垢的小孩 脸上流出怯生生的害怕表情 老人们脸上露出警惕之色注视着周凡 最近镇子发现死了一个大人物 他们镇西是青梅镇最穷的地方 游人一般不会来这种地方 他们对陌生人都很戒备 周凡只是朝他们露出和善的笑意 没有靠近询问 老人小孩只是看着周凡 也没有跟着 直至周凡的身影消失在他们视线之内 他们才扭过头去做自己的事情 周凡发现镇西是有些阴寒 但也是青梅镇的人所言 这是地形所造成的 这些居住的人家不多 有些旧房子还从外面所住 同所布满了灰尘 木门上还黏着珠网 显然很久没有人居住了 周凡一边走 一边展开掩耳鼻蛇似时 对或有人或没人的房间展开侦查 但一轮走下来 都没有任何发现 只是听到了镇西的老人们一些窃窃私语 这人是谁 不知道 别理他 不理怎么行 万一他是来做坏事的呢 不会的 镇上的官人都很紧张 听说巡逻对于镇上的大人们都留意外来着 我猜他是官家的人 一个比较有见识的老人说 周凡没有关闭耳时 他听着这些碎言碎语 试图从这些碎言碎语中寻找线索 但听了好一会 还是没有听到任何有用的线索 周凡有些失望离开了镇西 又寻到了镇南那座大宅子 宅子论面积在青梅镇也是数一数二的 按理来说宅子的人家早已消失 这宅子应该早已被官家收回 在出售给能买得起的人 为什么会留空了呢 周凡有些感兴趣 他沿着台阶而上 想推开宅子的木门 进去看一看 站住 一只欺人的吴哲小队飞速赶来 他们面带警惕看着周凡 周凡缩回了手 你是什么人 吴哲小队欺人为首的一个高大汉子贺问 我来自宜鸾斯府 周凡取出令牌抛给那高大汉子 高大汉子接过令牌 仔细辨认才双手恭敬将令牌交还周凡道 大人莫怪 刚才多有得罪 你叫什么名字 为什么突然阻拦我 周凡接回令牌旦旦问 卑职名幻韩素 是阵巡逻队副队长 刚才听阵上的人说发现有可疑的人物 我就带队赶了过来 韩素满头大汉解释道 因为周凡拿出的令牌级别很高 能有这种令牌的都是他得罪不起的大人物 韩素才会如此紧张 韩素 你是青梅镇人还是外来舞者 周凡问 回大人 我是青梅镇本地人 韩素不敢隐瞒道 很好 那你随我进去 其余人在外面守着 周凡毫不犹豫道 是 韩素立刻答应道 周凡想伸手推门 韩素见此忙道 大人 这门被我们在上面释放了福禄尽致 外人只有破门才能进去 不过一旦破门 我们就会知道 韩素说着话 从自己的福袋之中取出一道福禄 贴在了门上 福禄散发出一道青色光芒 木门隐隐颤动了一下 大人 可以了 韩素把福禄接下说 周凡微微点头 他犹豫了一下道 你在挑一人随我进去 他是怕只有两人在里面出事了 说不清 对一人比较好 是 韩素又从队伍之中挑出了一个亲信 韩素其实不是很明白周凡为什么加一人 但他知道听令形式就不会有错 周凡推开木门 走了进去 木门打开 是一个杂草丛生的院落 院落连着宅子的大厅 周凡让韩素两人关上门 把外面的视线都隔绝在外 你可知道有多少人进入过这里 周凡看着院落通往大厅的青石路上 那踩在灰尘上的凌乱脚印 没有急着往内走 问道 郑北石大人死在镇上 私府的人是搜寻过这宅子的 但多少人就不清楚了 韩素小心翼翼回答 你以前见过郑北石大人吗 周凡又问 远远见过树面 没交谈过 韩素脸色有些微妙道 就算以前与郑北石说过话 他也不敢说出来 现在谁都明白 一旦牵涉进郑北石一案中 可能就是死路一条 但他在青梅镇这种小地方 确实没有与郑北石交谈过的机会 周凡只是淡淡瞥了一眼韩素 韩素的回答他不意外 但他依然这样问了 为的就是想观察一下韩素的反应 他又是看向前方的大厅缓缓道 你是青梅镇人 那你告诉我 这宅子的人你知道他们吗 知道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 一个外来姓梅的山谷买下了此处宅子 他们成为了宅子的新主人 他们在青梅镇定居下来住了好几年 韩素回答道 直至是发钱 除了那位梅老爷偶尔出外行商 其余梅家人都没有怎样离开过青梅镇 哦 那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周凡缓缓问 第1115章强鬼 不知道 韩素摇头道 我们只是知道一夜之间除了梅家的奴仆外 梅家十二口人全部消失不见了 当时梅家的仆人来报官 镇牙与巡逻队就出动把这宅子搜了一遍 发现宅子的金银财宝都被搬空 因此官家认为他们是悄悄走了 至于为什么要走得这么突然 抛下了所有仆人与这大宅子没有处理 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梅家十二口人一走 仆人们没有了主人 坚持了一段时间 实在坚持不住就全部都散了 这宅子就空置了下来 故事看似很简单 但还是没有解决周凡心中的疑问 他挑眉问 官家为什么任由他空置这么多年 连友将他转卖掉 因为卖不出去 韩素面皮微抖了一下道 那些仆人离开之后 这宅子出现了一些怪异的传闻 有人半夜经过这里 听到了有女子在唱歌或在哭泣 也有人说从大门走过 会看到奇怪的影子在门前坐着 似乎是那美老爷 还有人说他们看到大门是雪色的 但很快就变回了正常的颜色 并且会听到门内传来走动的声音 那当时的官家没有对此进行过调查吗 周凡打断问 有 但他们什么都查不出来 没有发现任何怪绝死魂的踪迹 甚至巡逻队还派出一组人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 结果什么异常都没有发生 韩素道最后他们只能将这归结为阵里的人以讹传讹 宅子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这些传闻还是每隔一段时间出现一次 因此阵雅想处理这宅子 但面对一座可能是鬼宅的宅院 只要往镇上稍微打听一下 都不会有商骨愿意花大价钱将其买下来 贱卖还不如将其留着空置 周凡听着 他心里浮现其一种怪异的感觉 似乎是有什么力量在拦阻着不让这宅子住人进来 但过去了足足十年 谁有这么大的耐心呢 韩素见周凡似乎在思索 他与他的亲信就不敢开口打扰周凡 周凡回过神来 他先抬脚向大厅走去 韩素两人小心翼翼跟上去 进了大厅 厅内布满了厚厚一层灰尘 有些木家具已经被重垦断木脚倒在了地上 在一些布满灰尘地方能见到浅浅的手印或脚印 这是之前一轮丝进来的人留下来的 周凡在大厅转着时不时用腰间刀翘翘一下其他地方 韩素出口询问是否需要帮忙 周凡摇了摇头 他只是一个人问头在大厅转了好几圈 最后他站在了大厅西侧的一面灰墙前 灰墙只有一扇带着窗帘的窗子 除此之外 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 周凡微微皱眉 看着这面灰墙 大人 韩素见周凡站了一小会 他忍不住开口试探问 在韩素看来 这宅子都不知被一轮丝的人搜索了多少遍 就算是墙壁肯定也有服录器具等检测手段搜寻过 你是自己出来还是我来 周凡向后退了一步看着灰墙冷声问 就在周凡后退一步的时候 灰墙内突然伸出一只青色的手臂抓向他 手臂似人的手臂 但呈现青色 手掌黑色指甲锐利 他破墙而出极快 只是黄眼间就到了周凡的身前 向着周凡的脖子抓去 但周凡身前一道刀光滑过 披在了青色手臂的手心之中 砰 一声问响 周凡后退了几步 青色手臂同样在后退 周凡身边的小妹一边吠着一边郁郁月事 而没有人能看得到的小黑龙也是呲牙露出了锐利的龙牙 后退 周凡打了一个手势 脚妹与小黑龙听话后退 韩素与那名亲信还是有些发猛 他们没想到墙壁内会突然冲出一条手臂袭击周凡 青色手臂的主人身体浮现而出 他的形状似人 全身长了黑色的鳞片 一头散乱的头发 两个白眼珠突出 在白眼珠中心是黑色的细点 他有着一双青色的双臂 赤字绝望 周凡皱眉问 只是他并没有回应 张口怒吼 声音向着听外扩散 他的身体快如绝伦向着周凡冲去 周凡持刀迎了上去 与这怪物站在一起 刀光晃动之下 砍在怪物身上溅起了无数的火星 大人 韩素与亲信都拔出了自己腰间的长剑 想过来帮忙 你们别过来 周凡审声道 韩素两人只能停住了脚步 怪物怪吼连连 他采用的是汉不畏死的打法 周凡冷哼一声 他是想活捉这怪物 要不然这怪物早已经被他一刀劈死 他体内真气转动 两轮块刀刚从刀尖劈出 痴痴 怪物的那双青色手臂被快如绝伦的刀钢割裂下来 只是不等周凡有所动作 怪物的青色双臂又飞快长了出来 若在地上的青色手臂化作青色的烟气融入了他身体之内 他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周凡面上有些惊讶 他没想到这怪物还有这等本事 他又是一刀劈出 刀钢晃动将怪物的双腿切下来 但怪物的双腿又飞快长了回来 他的身体甚至没有晃动一下 好强的再生能力 周凡心中越发金鱼 但手上的动作并不慢 他的绣刀不断挥劈 刀钢呼啸着将怪物切成了无数段 怪物的身体还是在飞快合成 周凡借机扔出了一道银色的俘虏 俘虏光芒散开 形成了一个银色的光照 将怪物彻底笼罩在其中 怪物不断冲撞着光照 却无法奈何得了银色的光照 它的再生能力令周凡诧异 但它的攻击力却是连血力及怪诀都不如 怪物被彻底困在了光照之内 厅外响起脚步声 有着十来个舞者冲了进来 他们看见被困在厅内的怪物 都是脸色微变 这十来个舞者都是一轮丝的人 听到了大宅传出怪物的吼声 就赶了过来 他们又看向收刀回翘的周凡 都是低头拱手行李道 大人 简然都知道周凡是四个角逐 争北史之一的人选 第1116章青鬼图 这些一轮丝的舞者认得周凡 周凡并不意外 毕竟他进入镇子的时候 一举一动都会落在这些探子眼中 这些潜伏在青梅镇的探子 自然早已经搞清楚周凡的身份 周凡没有理会这些探子 他又看向厅内的西墙 沉默了一下道 把西墙给我拆下来 小心一点不要损坏墙壁 探子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都是其声音了下来 四个角逐者都是准征北史 私府给予了他们指挥 一轮丝舞者的权力 所以探子们才会如此听话 周凡要求不要损坏墙壁 探子们就拆得很小心 还要防止拆下西墙之后 这处老宅子会塌下来 这难免会比较耗时间 在这过程中 不断有一轮丝的舞者赶过来 每个人心中都很激动 本来以为已经没有任何发现的青梅镇 却突然有了发现 他们如何能不激动 除开一轮丝的舞者 还有人比他们还要关心此事 那就是另外三个角逐者 在西墙被打上木架 整块拆下来的时候 大佛寺的苦荣 世家的凤辛伯 也胡派的江雨都赶到了大宅 周凡对此并没有意外 当然要是可以 他应该考虑得更周到一些 在发现那怪物时 应该布上格音符阵才对 但那怪物当时已经安纳不住 冲了出来 这就使得周凡顾及不了这么多 他之所以能发现墙壁内的这个怪物 是因为他当时靠近墙壁时 感觉到了极浅的一丝杀意 这是他修炼的意识才能敏锐感知到 要不是这样他根本发现不了这怪物的存在 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凤辛伯也路诧异向着光照靠近 如果我是你 还是不要靠近的好 周凡冷声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凤辛伯停住了脚 他冷冷看向周凡道 你一个弃刚断武者敢威胁我 苦荣与江雨站在不远处 看着这场对峙 道静修士又怎么了 中凡不屑道 我杀死的道静修士就有九个 你想成为第十个 我也成全你 叫你停下 因为这是我亲手捉到的 中凡又缓缓道 按照角逐考核的规则 那这怪物还有这墙壁都属于我的 无论是你还是另外两个都不能插手 进来干预此事 要不然就是违反了角逐考核规则 我没有说错吧 凤心博对考核规则很熟悉 他脸色微冷 转身没有试图靠近光照的怪物 但无论是凤心博还是苦荣 江雨两人都没有离开的意思 他们想留在这里 周凡也无法赶走他们 这怪物不可能是杀死百名城的凶手 那他们三人还有机会 但这说不定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 一轮丝的舞者都看着周凡 因为线索是周凡发现的 所以周凡是这里的最高指挥官 四征使三位没有过来 也是有这方面的考虑 按照规矩 他们也不能干涉周凡 给我检查拆下来的墙 看里面是否隐藏着什么东西 周凡下令道 还有想法查清这怪物是什么来历 凤心博三人不可能离开 那拖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 还不如快些确认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怪物能避过一轮丝的数次检测 很可能与墙壁有关 一轮丝的舞者福尸们顿时分做了两对 一对围绕着光罩内的那怪物进行研究 一对研究拆下来的墙壁 其中墙壁的研究显得更为小心 他们先从墙壁最外面的砖石一一拆起 确认砖石是否内藏玄机 如果没有再继续由外网内拆去 苦荣 凤心博 江宇都是不作声看着 随着墙壁的砖石被一一拆下来 最后一轮丝的舞者们在砖石处发现了一幅画卷 画卷里画着十二个类似周凡捉住的怪物 不过怪物高矮老嫩不一 这赫然是一副鬼图 苦荣 凤心博 江宇都是微微皱眉 他们不解这画是什么来历 周凡看着画的十二个怪物 他微微挑眉 隐约有了猜测 私府的服尸们走了过来 检查这副鬼图 他们有些人面上露出了诧异之色 然后围在一起商讨了起来 大人 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服尸中的艺人作为代表站了出来 这些私府的服尸既是舞者 但更是研究怪诀服录的专家 周凡四个角逐者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不代表服尸们就不知道 快说 凤心博催促道 可是那服尸只是小心翼翼看着周凡 周凡才是这里的最高指挥 他可不敢犯了规矩 周凡心里明白 就算他让这服尸私下告诉他 苦荣三人很快也会知道 他笑道 直说就是 这是白煞吉的金鬼图 他看起来是一幅画卷 但实际上是怪诀 服尸见周凡允诺 他才开口说道 青鬼图没有什么攻击力 他唯一的能力就是引诱人自愿进入画卷之中 只要进入画卷内 那就会成为青鬼 与画卷不分彼此 没有从属之分 只有青鬼死咬之后 画卷才会消失 寻找新的青鬼 要不然画卷恢复了自由 就不会再留在墙壁之内 而是会立刻消失 服尸如此总结道 青鬼难杀 除非死上数百次才会被画卷放弃 彻底死去 服尸又说青鬼死去很长一段时间 他们的画像才会在图里面消失 显然青鬼图里有12只鬼 那就应该有12只青鬼才对 周凡微微挑眉 如果是这样画卷里有12只青鬼 何以这里只有一只 这个 服尸停顿了一下摇头道 按理来说应该有12个青鬼才对的 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只有一个 他们会不会还没有回来 江宇开口问 服尸没有回答 而是看了一眼周凡 周凡微微点头 这个应该不太可能 服尸摇头道 青鬼能短暂离开画卷 但画卷附近的青鬼都遭到了攻击 他们会立刻回来才对的 现在一直不见踪影 会不会还在画卷里 凤欣博问 我们检查过了 画卷里没有青鬼 服尸回答 那剩下的11个青鬼去了哪里 第117章请教 11个青鬼去了哪里 服尸们给出的解释是 11个青鬼既然不出现 那应该是死了 为了避免意外 四府的人又散开在宅内寻找青鬼的身影 只是一无所获 能与青鬼交流吗 周凡指着光照内的青鬼问服里的服尸 不能 一个老服尸摇头道 青鬼虽然是人所化 但那人的意识早已死去 我们向来认为 他只不过是人死前的一口怨气支撑着他 有些似死魂 但他因为青鬼图的原因 是拥有更加强大身躯的鬼物 周凡微微皱眉 我还以为逮到了一条大鱼 没想到只是小鱼小虾 凤心博看到这里出言息落到 周凡没有理会 他只是在皱眉思索 凤心博哼了一声转身离去 江羽站了一会也同样离去 唯独苦荣依然还留在原地 看着服尸舞者们忙碌 青鬼图应该与伯大人一案没有关 你为什么还不走 周凡瞥了一眼苦荣问 阿弥陀佛 苦荣平静道 小僧没事 再待一会算不了什么 万一有关呢 毕竟周施主还在 苦荣觉得凤心博与江羽走得太急了 周凡淡淡一笑 没有再理会苦荣 而是低头看着青鬼图 他让旁边的一个服尸帮他描摹一副给他 待拿到描摹的话后 周凡就下令让服尸舞者 把那个青鬼与青鬼图都带回一轮私府囚禁起来 做完这些事 周凡就离开了宅子 苦荣不能跟着周凡 他静静站立一会 才走出了宅子 大人 你找我 在一酒楼内 韩素朝周凡拱手道 他不是很明白周凡为什么要找他 周凡让韩素坐下说话 他出言问道 你见过梅家的所有人吗 韩素想了一会道 我只见过梅老爷 他夫人还有他的一儿一女 其他人没有什么印象 不是没有见过就是忘记了 毕竟过了这么多年 他的记忆早已有些模糊 要不是梅家当年在青梅镇很风光 他可能连这些都记不得 你替我将这案子的暗宗副本找来 但不要说是我要的 可以吗 周凡问 当年梅家失踪这么大一件事 肯定会留下相关的文件记录 没有问题 韩素答应了下来 拿一个暗宗副本 这不过是小事 韩素当然不会拒绝 万一周凡当上了征北使 对他也许有很大的好处 十年前的旧案 想寻暗宗出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韩素离开之后 周凡还是在默默喝酒 他让韩素替他拿暗宗副本 肯定瞒不过某些有心人的眼 但这无所谓 周凡酒足饭饱之后 又在镇上寻了一间客栈住了进去 他暂时不打算回内城了 而是要住在青梅镇 周凡一入住客栈 消息就传入了苦荣三人的耳中 阿弥陀佛 苦荣在镇上找了一家民居寄宿了下来 命运在此刻汇集了 命运会在这个小镇发生变化 江羽念念叨叨 直接买下了小镇的一座宅子住了下来 他可能发现了什么 凤辛伯皱眉道 他看起来讽刺周凡 看不起周凡 但那些只不过是表象 他当然不会轻视自己的对手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凤辛伯走进了凤家在青梅镇买下的庄园 在青梅镇 四府眼线遍地 周凡有什么动静 他们都会立刻知道 比起在周府监视周凡更简单 周凡对此也心知肚明 但苦荣他们三人监视着周凡 周凡背后的书院派系 陈宇时那边同样在替周凡作者密切 留意那苦荣三人的动向 此人现在可以说是互相监视的状态 看起来谁也没有吃亏 周凡入住客栈 把扶振不下 隔绝一切可能的窥听 他才替小黑龙解除神隐状态 小犬也出来了 与小妹周默默一起吃晚饭 周凡则是在默默思索今天发生的事情 他本来以为今天会是碌碌无为的一天 但今天不算是没有收获 只是摆明成的死依然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 难以看得清楚其中会存在什么 周凡思索了一会 就没有再想 而是取出金月秋树叶符下运转霸天月圣真觉心法修炼 按照他估计 就算他得到的金月秋树叶不少 但也只足以支撑他进入化缘中期 完成每天的修炼之后 周凡才通过睡觉 出现在船上 与师傅交流 确认他那边平安无事 又与师傅聊了几句他这边发生的事情之后 周凡才结束与师傅的交流 而是看向了周小猫 今夜的周小猫拿出了他的小猫刀 正在随意挥舞门板宽的刀法解问 我已经进入化缘境 周凡开口说道 我眼睛又没瞎 周小猫手中的小猫刀武德虎虎声威 显然是单凭力气来练习刀法 周凡得到了实现赤 解决了戎法问题 跨过道进门坎根本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你哪里有没有一些比较厉害的术法或道士 周凡又问 你这不是说废话吗 周小猫面露不耐 小猫刀挥舞德只见一抹残影 我有的术法与道士多得你难以想象 给我说说看 要是合适我的 我想买下来 周凡又说 他缺少术法与道士 这些遗乱私府可以兑换 但并不算便宜 而且他现在还要隐藏境界 暂时无法在遗乱私府兑换 所以就打算在周小猫这里换购 而且周小猫作为顶尖修士 拥有的厉害术法道士比起遗乱私府肯定要强的多了 那得看你想要什么样的术法道士 周小猫手中的小猫刀停了下来 他淡淡道 世间武技术法道士千千万万 我收藏的也有不少 以你那点大灰虫 你又能买下多少种 我想听听你的建议 周凡一脸认真请教 周小猫挥手换来周凡的琉璃球 他从中收取了五百条大灰虫之后 他沉吟了一下道 其实就算我把我的术法道士都给你 你也不可能把时间全部花在这上面 有些术法道士的学习起来是很浪费时间的 第118章术法道士 除非永生不死 否则每一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 周凡当然不可能将所有时间都放在术法道士的学习上 这不现实 武技还好 对境界要求不算太严苛 但术法道士对境界对真人的要求很严格 一般而言 有不少术法道士要高境界才能学 化缘尽可无法学 周小猫又是继续说道 那些很穷没有太多选择的修士才会对术法道士来者不拒 凡是有选择的修士 对术法道士的选择都会很谨慎 要是选错了 那就会浪费很多的时间在不必要的事情上 至于如何选 也不是没有规则的 第一条规则是尽量挑选成长性不错的术法道士 周小猫手中的小猫刀画作挥舞散去 什么是成长性不错的术法道士 周凡有些不明白 有些术法道士威力是固定的 它不会随着你的境界增长而提升太多威力甚至没有任何提升 要是选择了这样的术法道士 那你的境界提升之后 这样的术法道士对你还有多大的用处 选择了这样威力固定的术法道士 那你以后每提升一个境界就不可避免重新学习新的术法道士来维持自己的战力 而成长性不错的术法道士就是随着你的境界增长威力不断增加 这样的术法道士学了不敢说一劳永逸 但能用很长一段时间 修士当然会优先选择这类术法 周小猫走向四方桌 四方桌挥舞幻化出茶杯 他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喝了下去才继续说道 第二条规则是量体才一 修士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 有的修士修习5G功伐性强 那他就要选择一些防御类的术法道士 有的修士攻击不足 那他就会选择攻击类的术法道士 有的修士喜欢出奇制胜 那他也可以选择一些诡异难防的术法道士 当然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想法也不一样 也有修士不喜欢防御的 他会选择更强的攻伐术法道士 宣称最强的防御就是攻击 说到这里周小猫面上露出嘲弄之色 但这样做的修士 要是遇到比他强的修士 又缺乏逃命手段 我想下场会怎么样 你也是知道的 术法道士的选择就是如此 至于选择什么样的术法道士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 我拥有的成长型术法道士列表 你喜欢选什么就选什么 周小猫打了个响指 挥舞中飘出一道卷轴 落在了周凡的手中 周凡看着卷轴上密密麻麻的字 这卷轴上全是成长型的术法道士 而且还是画圆镜就可以学习 上面的介绍也看得周凡眼花缭乱 周凡看了一会道 为什么没有标明价格 没有价格我怎知道我买不买得起 你买得起的 买不起可以用附身减价 周小猫平静说 附身我说怎么今天他怎么这么尽心 原来在这里等着我 周凡嘴角扯了扯 他还是要求周小猫标上价格 以免出现他选中了太贵又买不起 到时又被要求附身 周小猫哼了一声 他又打了个响指 卷轴上的术法道士之后都出现了数字 周凡仔细看了看 术法的价格都在一万与两万之间 道士更贵都在三万与五万之间浮动 周凡有些讶异 这价比他想象中的还要便宜 不过他很快明白 这是因为术法道士数量太多了 而且不似功法 很多时候在某一阶段只能选择一种 术法道士的价格自然比不上功法的 太贵了 周凡心口不一道 这价就是这样 你要是觉得贵可以不买 周小猫板着脸态度坚定道 周凡嘀咕了几句 试图讨价还价 但周小猫根本就不予理会 周凡微微挑眉 没有在纠结这事 而是认真浏览起这些术法道士的介绍 不得不说 周小猫给出的术法道士还是挺不错的 周小猫之前说的第一个挑选规则不用考虑 毕竟卷轴上都是成长性不错的术法道士 他要考虑的是自己的实际情况 他缺什么呢 首先他攻击暂时不缺 他拥有的攻击手段太多了 强大的武士与无极刀钢在他进入道径之后 同样得到了增强 防御他有无量式 有紫金刀钢 有刚掉起来的绝术戒 有救命用的赎命钱 这样一想他好似什么都不缺 他向来是坚持平衡发展的 就似周小猫说的那样 要是单纯加强自己的攻击 当碰到比自己强的该怎么办 周凡确认自己什么都不缺 他就干脆没有多想 而是看卷轴上有什么术法道士在说 只要是合适的就好 他认真挑选 最终选出了三门术法 与一门道士 三门术法分别是御风术 九西幻元 百鬼驱魂术 道士归一 御风术能让修士御风飞行 这是周凡第一研究挑选中的术法 对一般化缘境修士而言 施展御风术最多就是浮空到一定的高度 御风飞行真元根本无法支撑 但周凡的真元恢复厉害 即使看起来无法飞得太快 四仲田那样踏空而行 并不是什么难事 浮空对现在的他来说 用途很大 无论是逃命避开不会飞的敌人 还是浮空起来攻击空中的敌人 都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 这御风术带一个风字 却不是什么风属性真元才能使用的术法 不少修士在到达一定境界之后 都会选择可以辅助飞行的术法 因为会飞与不会飞的区别实在太大了 当然就算会飞 也不敢飞得太高 因为空中也并不安全 一来要是万一真元耗尽 在高空摔落下来 又没有相应的应对手段 可能会摔死 二来空中隐藏着一些极其恐怖的怪诀 第二个术法九息幻元 能让修士在九息之间真元增长一倍 九息过后 真元恢复原来的水准 周凡不愁真元耗尽 但他的真元始终是有限的 这限制了他想短时间内大量输出真元的需求 这个术法弥补了他这个缺陷 第三个术法百鬼驱魂术 能驱使死魂替他做事 无论是搜寻人还是抵御一些敌手的攻击都没问题 用途广泛的一个术法 这个术法的缺陷是修士必须准备好死魂 但这对周凡来说不是问题 因为他体内有九个弃鬼 第1119章归一 周凡体内的九个弃鬼可以释放出来 但无法离他太远 有了白鬼驱魂术法之后 他这九个弃鬼不仅能离他很远 实力也有了很大增长 能替他做不少的事 这也是周凡选择白鬼驱魂术法的原因之一 甚至以后等他境界上来了 可以驾驭的死魂更多 白鬼驱魂术法是因属性的术法 周凡修炼的霸天月圣真觉水因双属性 他符合资质要求 至于最后的道士归一 这是一种很特别的道士 他能将所有不同力量融合在一起 然后将其打出去 依据卷轴所介绍的 归一是否强大取决于两个特点 第一越是高级的力量就越强 第二融合的力量种类越多就越强 不过归一也不是没有缺陷的 他的缺陷是容纳的力量值是依据真元来决定的 真元越强他能容纳的力量值就越大 这样的归一就越强 这样说有些复杂 譬如有五种不同的力量 每一股力量都是实 归一融合力量的种类是无限的 无论是多少种力量他都能融合 所以这五种力量他都能将其融在一起化作一股 但要是化圆境的真元 这每一股力量真元都只能从实之中抽取一份出来 要是圆越境的真元就能从实之中抽取两份出来融合 归一的成长性在于真元与力量的数量种类 周凡挑中归一是因为他体内拥有的力量太多了 气轨空阴轨雷暴雨灵炎阳气真元之中原本就蕴含的水阴属性 龙神血归一除开五世不能融合外 近乎无物不容但是龙神血这么顶尖的力量融合在一起 威力可想而知 而且归一只是抽取其中一缕 他也不用担心会把龙神血完全用尽 归一将会成为他其中的一个杀手锏 当然卷轴上还有很多厉害的术法道士 但周凡权衡利弊之下还是不得不放弃了 他要是全都要大灰虫可不够 他挑选的御风术九西幻元五鬼驱魂术法加起来五万条大灰虫 而道士龟宜就更贵了 需要五万条大灰虫 加起来就需要十万条大灰虫 但实际上这样的价格确实不算太贵 加起来还不够他的霸天月圣真爵贵 周凡挑选好之后就告诉周小猫 周小猫听完之后眉毛微挑问 你确认要这三门术法语道是吗 是周凡点头不再多挑几门术法或道士 周小猫又问 我也想周凡面露无奈道 但没有大灰虫了 他只有这么多大灰虫了 他心想要是学会三门术法语一门道士 就到外面去想法看是否有合适而价格还可以的术法道士 你有的只是你不肯 周小猫冷笑说 他说的是附身 不用了这么多就足够了我有需求再找你 周凡干咳一声说之前附身一次能得到十万条大灰虫 因为船前进了或许与周小猫商量一下能得到的大灰虫就可能更多 但是周凡看了一眼正在船脚玩耍的小黑龙 他眼角跳了跳 不能这样做 风险实在太大了 周小猫见周凡不肯 他没有再说 而是江石浮的琉璃球也换了出来 再把两个琉璃球和起来的十万大灰虫抽取了出来 周凡看着比之前都不知道空荡了多少的两个琉璃球 他苦笑问 加起来还剩多少条大灰虫 7472条大灰虫 周小猫给出了精确的数次 周凡心里太了口气 好穷 之前小妹送的见面里以及小丫头辛苦积累来的大灰虫都被他挥霍一空了 他心里有些惭愧 他最近除了从周小猫这里坑了一些大灰虫 都没有怎么在外面转取大灰虫 看来要想法好好赚取大灰虫才行了 要不然等小丫头需要大灰虫时 拿不出来怎么办 周凡心思转动时 周小猫已经从灰雾之中取出了四本点集 递给周凡 周凡接过点集 就从御风树先看起来 一晃四天过去 周凡这四天偶尔会出来 沿着青梅镇走一走 但更多的时间是躲在客栈里 在扶正隔绝的房间里琢磨三门术法语道士归一 这三门术法语道士归一 比起周凡之前学过的组体术都不知要选奥多少倍 难怪周小猫说选择术法道士最好选择具有成长性的 要是花费时间在一门没有成长性的术法道士上 确实是有些得不偿失 除开琢磨练习术法道士 周凡前两天还从寒素那里得到了梅家的暗宗 他将暗宗对梅家人的形象描述与青鬼图的十二个青鬼一一对照 即使青鬼的样子与人类迥异不同 但高矮性别还是能看出来的 结果是梅家十二口人与十二个青鬼全部吻合 周凡已经几乎肯定梅家十二口人就是那十二个青鬼 当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梅家十二口人受到青鬼图的引诱 成为了青鬼图的青鬼 就算梅家人就是那十二个青鬼 知道了又有什么用 凤欣博冷着脸呵斥属下道 周凡的一举一动都被关注 他取走了梅家的暗宗副本 凤欣博这边立刻就让人把暗宗副本取了回来 加以仔细研究 然后属下们就得出了这个结果 厅内十几个属下都是低头看着地板 谁也不敢吭声 我对这些陈年旧案不感兴趣 凤欣博审声道 我要知道的是那周凡为什么如此关心这件陈年旧案 这与摆明成的死会不会有关系 还有他究竟在做什么 此天一直躲在客栈里 偶尔出来散步 你们别告诉我他其实什么都不做 要是这些都弄不清楚 我要你们有何用 凤欣博的斥责让属下面面相去 他们皆在想 我们又不是那周凡肚里的蛔虫 怎么可能知道他在想什么 二爷 我们都倾向认为周凡如此关心梅家的案子 这其中的关联在于那消失的十一个轻轨 说不定十一个轻轨的消失与摆明成的死有很大的关联 一个属下印着头皮道 第1120张煎熬的等待 消失的十一个轻轨与摆明成的死有关系 那你认为会有什么关系 凤欣博冷冷问 那个属下一时无语 这他怎么知道 陈词烂掉 凤欣博怒声道 这话你们都不知道说多少次了 但问你们有什么关系 你们屁都不敢放一个 都是一群废物 滚 全给我滚出去盯紧周凡 要是延误了我的大事 你们都要给我离开凤家 属下们苦着脸全部远离了大厅 等所有属下离开之后 凤欣博脸上怒气全部散去 他面路不解轻声自语 你究竟想做什么 又知道了什么 还是说你是故意留在青梅镇 确实什么都没有做 就是为了拖住我们三个 不仅仅是凤欣博 苦荣与江鱼也是对周凡的行为疑惑不解 一个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天 眼看着也没剩下多少时间了 要是继续在这里拖下去 真的合适吗 但三人都不肯放弃 他们之前已经对案子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办法 都无法查到有用的线索 至少周凡一来青梅镇 就发现了所有人都没有发现的青鬼图 说明这周凡还是有些本事的 他们寻不出真凶 也只能把希望放在周凡身上 他们相信周凡肯定看出了什么 目前需要的只是耐心等待 只是一晃又过了十天 这十天周凡的举动很规律 早上的时候会去带着他家那条小土狗在镇上散步 散完步之后 回到客栈就一直闭门不出 直至第二天又继续循环这样的规律生活 凤心伯苦荣与江雨三人都是有些猛了 现在就剩下十天了 要是这十天过完再寻不出真凶 他们都会被淘汰 而且这么多天过去 就算真凶之前留在萧雷州府 现在都不知跑到哪个角落去了 剩下的十天还能将人捕捉回来吗 脚院内背手站着的江雨眉头紧锁 仰面看天南难道 难道我看错了命运 只是命运从不期我 只是为什么还没有出现 另一处的凤心伯胡子拉叉 这是天使间对他来说更煎熬 以前他灰头土脸 双眼炯炯有神 但现在双眼显得有些呆滞 他自言自语问 姓周的究竟在干什么 庭外的属下们没有人敢进来 怕触怒了凤心伯 昨天有一个被凤心伯议长拍飞 现在还在床上躺着 他们家二爷似乎有些疯了 民居内有些昏暗的房间内 苦荣正在念经 他在念静心经 他让自己冷静下来 要有定力 周凡肯定是故意拖延时间 周凡肯定是已经有了足够线索 说不定凶手其实就在青梅镇内 但万一不在呢 万一这周凡并不是想象的那样 茶案这么厉害 只是言过其实 苦荣想到这里他面皮抖了抖 他的心又乱了 但很快他常舒了口气 这确实是最坏的结果 但无论是他还是袁厄那边这么多天都没有办法 除了守着周凡 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不能乱 要耐心 苦荣稳定心神继续念静心经 但等待是最煎熬的 又是新的一天到来 但这天清晨三个角逐者的人并没有看到周凡走出客栈寺往常那样散步遛狗 他们的人立刻告诉了他们 你说他今天没有在散步遛狗 骨子拉叉的凤心博一跃而起 他双眼变得锐利注视着属下 是的 属下回答 好 好 好 凤心博有些激动 他差点就熬不下去了 现在发现周凡终于不在寺之前那样散步遛狗 即使他不知道周凡在做什么 但他依然显得很激动 大人 那我们现在该如何做 那名属下也是跃跃欲示道 凤心博原地转了好几圈 他才审声道 他可能悄悄跑了 也可能还留在客房里面 这只是一个等我们掉进去的陷阱 但无论如何 我们要先确认他是否还在客栈房间里面 大人 我们安排人日夜坚守着客栈 他应该还在客栈里面 一名属下忍不住开声道 愚蠢 你们能看得住我吗 这样的人要是想走 根本就看不住 凤心博冷笑道 大人 那我们要不要安排一场意外 然后破门进去 就算他房间布置了阵法 属下又是提议道 这确实是一个好的办法 但会落人画饼 说不定还会借此攻击我破坏规矩 从而将我淘汰 凤心博摇头否定了这个决议 他想了想到 去找一个商骨 把客栈盘下来 然后以此为理由 将所有的住客都赶出来 记住 那商骨的身份必须干净 不要与我们凤家扯上任何的联系 还有要快 我要你们办住箱内把这事办完 要是办住箱都做不完 凤心博脸色冷了下去 要是角逐刚开始的时候 凤心博还会有顾忌 但现在还剩十天 他心里的顾忌就少了很多 说现在不停而走险 还等什么时候 他相信苦荣与江鱼 也不愿意这样干等下去 肯定会想法确认 钟凡是否还在客栈房间内 他坐立不安 耐心等待消息 很快属下回来急声汇报 客栈已经被盘了下来 但不是他们盘下来的 而是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外地人 比他们先一步买下来的 凤心博知道不是苦荣就是江鱼 与他想到一起去了 然后呢 有没有见到周凡 凤心博脸色凝重问 谁盘下的客栈都没所谓 关键是周凡的下落 所有的住客都被赶出来了 但我们没有见到周凡 属下回答 没见到 凤心博轻声自语了一句 他马上抬头立声道 找一群人冲入客栈 给我再次确认他是否还留在客栈内 凤心博说是这样说 但他心里明白 周凡肯定是早已离开了客栈 他又审声道 通知家里 发动所有的力量 一定要将周凡给我寻出来 尤其是要盯着四府陈宇时那群人 周凡离开 肯定会找他们 凤心博说到这里又停顿了一下继续下令道 周凡不在 苦荣与江鱼肯定也会想法去寻周凡 给我盯住他们 看他们能否寻出周凡 属下们一一领领而去 即使能做的都做了 但凤心博还是难以抑制心里的焦虑 比之前还要焦虑 因为周凡的离去肯定是查到了什么 周凡随时都有可能将凶手捉回来 这周凡究竟去了哪里 这周凡的离去肯定也会想法去寻周凡 这周凡的离去肯定也会想法去寻周凡